NBA历史第一人是乔丹,虽然科比医生都在苦苦追赶乔丹,不过两人还是有一点差距,不过如果换一个问题,NBA历史号胜先第一人,那么必须是科比了。 詹姆斯曾经谈到过关于科比好胜新的一件事,而詹姆斯表示这件事让他彻底认识到那科比对于胜利的渴望有多强大,那是美国队在国际赛场上的时候,从2002年到2006年,美国队在国际赛场上连连实力,于是美国队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非常重视的。 而在2008年奥运会的小组赛上,科比带领了美国队,就遇上了他的最右保罗加索尔带领的西班牙队,而这一场小组赛几乎蕴含了整个奥运会美国队的施赛毕德。 当时西班牙队的菲尔兰德斯正在三分线,奔跑着把寻找进攻机会,而科比当时正在防守菲尔兰德斯,保罗加索尔看到了就立刻给他的队友做了一个掩护,这一切到那一秒都还算正常。 不过在一秒钟之后,科比直接把加索尔撞到载的,仿佛加索尔根本就不是他最好的队友和最好的兄弟一样。 张姆斯表示,科比那一个回合,是我最喜欢的回合之一,我那时候意识到,科比压根不会在乎他对抗的人是谁,他只管现在在跟谁一起打球,他只关心赢球。 他完全没有顾虑到三周之后,他就要和保罗在洛杉矶见面了,对我来说这真的是太疯狂了。 而科比对于自己当时那个回合做的是,秦也做了表示,保罗了解我,我在赛场上从来不会闹着玩,而且对我来说,传递这样的信心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之前刚刚总决赛输给了凯尔特人,我要告诉自己的球队,要想赢得总冠军就必须这么做,我也要告诉美国队,对于金牌我们是在必得。